今天大漲二十二塊五 也帶動了整個半導體的族群 半導體國威良 在最近已經利空不太跌了 是準備要觸底反彈嗎 好 其實半導體不是萬能 不過沒有半導體是萬萬不能 因為未來的趨勢產業 不管是AI或自家車電動車5G等等 其實這必定都會用到半導體 所以趁著我們 今年的上半年還在調整庫存的尾聲 那麼短暫的逆風 短暫的景氣下行 不影響長期成長趨勢 我們看紅色這條線 就代表半導體產業的YOY的循環 那麼在2023年的今年 這個循環即將落底 所以今年就是谷底 明後年開始 它又會回到成長軌道 至於說我們要投資半導體 你選產業 選個股 其實輪動很快 因為有記憶體 有IC設計 有晶圓代工 有封測等等 我們就直接透過ETF 就可以包裹一籃子的股票 目前台股當中 半導體相關ETF總共有五檔 很簡單告訴大家怎麼選 前面這三檔 中信關鍵半導體 富邦台灣半導體 星光台灣半導體 這三檔都是投資 台灣上市櫃的半導體公司 後面的這兩檔 則是投資美國股市的半導體公司 所以這個你就可以先分清楚 再來當然你可以考慮 看一下規模的大小 如果說真的規模太小的 可能就要注意流動性會比較差 我個人認為你可以看到 像中信關鍵半導體 跟富邦台灣半導體 因為他們成立的時間 相對也比較久一點了 大概都有差不多快要兩年的 將近兩年的時間 再加上規模也比較大一點 加上年初以來 其實也都繳出了正報酬 所投資的公司 都是大家所熟悉的 台積電 連發科 連電 日月光 連永恆 20幾%的佔比 對 所以我覺得這兩檔 可以優先列入選擇 不過如果你本身 就已經常常在投資 台灣的電子股 或許你可以挪一部分資金 反而做好資產配置 去選擇以美股為主的這些 國外的半導體公司